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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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徐格林 徐老師 大家好嗎 大家好 這上屏喔 就好像怎麼說 要去打球之前 平常教練跟你訓練 現在要上場了 上場之前 教練最後尊尊教育 記得我幫你教的嗎 你現在上場要打球 這叫做臨場感 真的到臨場 現場 你們現在就是這樣 還沒多久就要上場了 還沒這種大家同才坐在這邊 享受溫暖 這一個人還帶你的班底就要上場了 好好的享受在這個時候 大家挖到頂 互相鼓勵 這種心情 馬上就要上場 一樣 這一個人 這美國歐巴馬的內閣 什麼樣的心情 美國的公務人員 領美國薪水都做三百萬人 總統跟他當選的時候 你平常都要去接這三百萬公務人員 要關那兩億多的人 三百萬公務人員 這公務人員本來是聽誰人的 聽前任總統的 你節節的時間 一個總統當選了 當選人 雖然你有政黨的奧援 但是你實際上是一個人去的 你帶到你的 要怎麼控制這三百萬人 所以 總統可以任命三千人 任命 也讓任命三千人 三千裡面 主要的核心 你不可能是總統關三千的人 最後核心也是這個 旁邊這幾的人 一樣 你的家裡 比如說你是 郡守還是什麼 六十萬人而已 六十萬人你要去管 所以你有你的 郡里裡面的組織結構 還是說你是組 你下面有一個團隊 去管一大堂人 公務人員 你旁邊就有了一堂人 跟你同心的一堂人 真的有同心 不可以說你話不懂的人 你都不會緊張 我覺得你們都不會緊張 好像都好像在上課 這樣不知道 我是 我是 我是坐在那裡 因為我們平常在操練的 就馬上就要接受考驗了 考驗就要來了 考驗就是你媽想的那一堂 說得不好聽 他們都是豺狼虎報 但是福哥知道你不用怕 有三種事情 為什麼 台灣民進府出的官員不用怕 有三個原因 哪三個原因 頭一個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法理 給你不用緊張 就是法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現在放什麼 就是法理 第二的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上過我課都知道 第二個是什麼 讓你不用怕的原因是什麼 個人操守 對嗎 對嗎 你個人操守要 要沒辦法嫌 要不然變成人家 捅你的背後 把你對的 把你拆掉的原因 第三個是什麼 我跟他說 第三個是我上次有講 給其他多的 美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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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一場 打起來是十幾萬人 觀眾 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 四個人坐一輛車 car pool 那也要幾台車 也要兩萬多輛車 對吧 要不要兩萬輛車 兩萬輛車 來看 足球比賽的時候 你是偷偷來的 不是一時 但是 擅長的時候 是一下子擅長的 一下子兩萬車子 擠到馬路上 要上高速公路 要上什麼 那是就 不可思議的 那個 擁擠的狀態 但是美國這間 有制度的國家 這不出問題 所以一間兩萬輛車 可以在短時間 幾個小時之內 完全疏散完 都有跌勢的 不會這樣亂操 沒有人說會再走一個小路 像台灣人這裡塞車 旁邊還有一個 那本來是安全走道 要由救護車走來 你也塞那個上面 大家都想要來這次 美國不會這樣 你會等你會等 等到輪到你為止 我以前坐那個車裡面 頭前一次 幾百台車 等到你走到中間那時候 十字路口 我說 那麼多車到十字路上 要怎麼過 結果到第一線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生 身高不到一百五十五吧 美國警察 他吹哨子 嗶 嗶 嗶 這樣 一個人而已 有大卡車 有什麼車 有什麼人 裡面的人都親在一起 比他大塊 但是他一個人就高 就控制整個場面 那憑什麼 憑他高大沒有啊 憑他比較兇 哨子比較大聲 都不是嘛 是什麼 是背後給他的那個勢力嘛 他背後那個勢力啦 什麼人 美國整個警察的系統 back up他嘛 支撐他 他是有權利的人嘛 授權者 authorization authorize 他後面有一個authorization 有一個權利者 給他權利嘛 一樣你們出去 後面也有什麼人給你back up 誰 美國軍政府嘛 後面是台灣民進府 後面美國軍政府給你 後面支持嘛 所以你才不用怕嘛 三方嘛 法律你要清楚嘛 個人操守要清廉嘛 第三個就是你後面的師傅 有力量在後面耶 人家怕不是怕理這個人 是怕你後面的力量耶 是這樣耶 所以你才可以 這樣啊 不要說要不要就是很確認 你要執行命令的時候 人家會聽眾你 會怕你 是這樣啦 跟其他東西沒有 不是你講話比人家大聲 你也不用大聲 輕聲碎碎的人就 很像在那裡啦 要知道齁 這三個讓你們 手機關 我容易受影響 這個就是你們都看過了嘛 前司法 司法部長下台 現在換另外一個 司法位現在換人了齁 最近美國又換了哪一個部長 對現在比上一次好多了 為什麼我問什麼國際問題 現實事都不知道 現在問一下台都知道 國防部長嘛 下台原因是什麼 你不要只有知道國防部長 為什麼在下台 他是什麼黨籍的 共和黨 有人知道 你們後面真的要跟上 先不要急 不是無法處理 這事情沒那麼簡單 尤其 現在這裡不是今天不討論這個 我現在不討論這個 然後這英國女皇 我們這裡面有沒有青年團的 有沒有 舉手 我們的未來 來來 好 請放下 來 台灣民政府青年團是 台灣民政府下一代的執政團隊 我們現在裡面有中青 就是世代交替 我們不是看一代 我們要看 還要走走走走走 一直下去 讓我們像守護者一樣 守護者 台灣軍的守護者 台灣軍是守護這個土地的守護者 以後我們看民政府的宣傳 裡面會說到這個 台灣軍這個概念 我們一代傳承 一代 我們頭一代人要樹立典範 每一代都要樹立典範 給下面去遵守 所以你現在很有強烈的使命感 做事情 公圍跟人家交往 過去的都不記得了 從現在開始你們有新的身份 過去的腦袋換掉了 我說 換位子要換腦袋 過去你是用管的 去用棋子 現在你是 你就是管理白人的人 你腦袋就要換 腦袋的話 你背的 剩的 所有你的情擦 你的公圍 你的談吐 你每天看到東西 講的話 一個樣子 以前一般時代 警察 台北車站 不用一隊警察 一個警察 一個警察就好 一個棍子 這樣就好了 就很壞 大家都很有地方 排隊排得好好的 一樣 你要有官威 官威不是叫你跟人合作 是說你這個人站出來 你就有一個震撼 那震撼是來自於裡面的 法理的訓練 個人的操守 跟他背後的權威 權力 這幾項你就要看 開始我要慢慢看到我們的 穿黑衣 穿正式制服的人 那個樣子要出來 要越來越一樣 前一陣子是看你們的眼神 變金起來 你看現在出一半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看這邊的人 眼神都不一樣 我們互相 秘書長不是說 你要認識你旁邊的人嗎 你要隨時注意你 不光是旁邊 所有人 要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 他們是誰 平常做什麼 開始分析 從你旁邊的人分析起 然後保持關係 下半段 有時候需要幫忙的時候 這些人都會出現 維持 隨時保持聯繫 這叫做connection internal 除了你帶出去的班底 他們目前還不是同心 已經是同心的 一樣老中心 老的你可以跟他學一點東西 同級的 像我那時候 第五級的 高級班到現在還保持聯繫很弱 還在我們民政務的高級幹部裡面 好幾個 都同級的 就有那種革命的情感 來 說到這個 最近不是講蓋洛銘 你聽到了嗎 在走一陣 我一直有個問題 歐巴馬前陣子 在參加北京的什麼東西 什麼會議 APEC 對不對 APEC就是說 所以那時候台灣捕捉 不知道歐巴馬有說這句話嗎 但是台灣捕捉說 歐巴馬盛讚台灣的民主 對不對 台灣哪有民主 台灣哪有民主 我那時候就說美國人 你歐巴馬 你旁邊的智囊是在搞什麼 你的國務院的那些 負責外交人在講什麼東西 台灣's democracy is in totally screw up situation 聽screw up 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什麼 側頭側位在搞砸了 台灣哪有民主 我請問你 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搞民主投票 可以嗎 我問你幾個問題 怎麼搞砸法 所有民主裡面 可以把它搞爛搞臭的 國民黨全部做到 第一個不同國籍怎麼一起投票 不然你美國 要不要進口一億的中國人 跟你一起投票 決定美國的政策 要這樣嗎 你美國人不這樣 為什麼叫我們台灣人這樣 你們美國人講的民主 在台灣是變這樣 台灣有這個土地有兩國人 這個中國人 一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怎麼可以南朝會做一個導票 導票的結果 怎麼能夠代表我們的意見 這怎麼叫做民主 當然不是民主啊 不然你叫蘇聯的Russia的人 跟你做個投票啊 第二個 違反戰爭法之下搞民主 被佔領者 可以投票選舉佔領者嗎 你現在台灣的民主就在選這個啊 被佔領者去投票 要去選佔領者是誰 那不是好笑嗎 這怎麼叫民主 第三個普遍會選出來民主 民主黨每次上課的時候 都做一個簡單的民調嘛 那些人有拿到人送錢給你的 這麼怕手 不然那個比例很高 那就是抽樣調查的民調結果嘛 美國你如果在看電視 也要看我們的轉播 你就知道嘛 我一項錢給你投出來嘛 怎麼還可以叫這個叫做民主 舉辦選舉的莊家抽成 可以算民主嗎 30 50塊每票補助 這就是啊 辦選舉的人還可以抽成耶 這怎麼叫民主 流亡政府可以辦民主選舉 西藏人辦印度人參加 怎麼可以 那邊做什麼民調 那現在所有法靠的人都不知道法理 民調什麼 得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是不是 這樣的民調怎麼參考 頂多是參考說台灣人 到底有多少人參加台灣民進府而已 台灣媒體有自由嗎 有自由的媒體嗎 當然沒有啊 怎麼證明 民政府的新聞就可以證明嘛 民政府人那麼多 每天車牌在那裡走 是有多少新聞曝光 都沒有嘛 竟然跟你報都報那負面的嘛 車牌怎麼去撞到車 別人的車怎麼怎麼 醜化嘛 這就是很直接的證明 沒有所謂的媒體自由 台灣哪有媒體自由 全部是黨的喉舌嘛 給你選的藍綠的惡兜裡面嘛 我們也不是藍軍 我們也不是綠軍 我們也叫台灣軍嘛 跟他們這個 裡面的系統完全無關的 另外一群人 所以秘書長那幾年前 登的報紙 華盛頓郵報上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State Department What are you doing 你們在做什麼 不好意思喔 現在這一段話是講給美國人聽的 這樣做一個聽 我們在質問他 你What are you doing Bico總統你在做什麼 我們知道時間快到了 但是我們很急 所以我們再次的強調 不要去subsidize 在講說台灣的民主 有什麼輝煌成就 沒有 全部totally screw up big time big time就是to the maximum to the extreme的意思 到極限 screw up 搞砸到側頭側尾的搞砸 這樣知道 來下一個 講到這個 我們要提醒美國人 其實James Madison 美國第四任總統 他裡面講到很多 有關於民主制度這個問題的裡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民主的話 也有一個quality 我剛才只是指出來 他們怎麼玩遊戲規則 玩到很糟糕 全部破壞 另外一個 好的民主制度 要好的選民 你沒有quality的voted 沒有品質的選民 是不會出現好的結果的 很容易就screw up 台灣現在就是 選民都沒有好的品質 全部接受惠選 怎麼有好的品質 這樣怎麼 所以難怪我們民進府 阿伯沒有要選舉 你們今天來到這裡 不是因為選舉來了 直接任命 對不對 接受法理訓練 直接任命 真簡單 這是以前我給黑熊上課 黑熊上課 這個訴求很簡單 也很精準 我覺得應該也給我們其他的同心 一起看 簡單問幾個問題 我是誰 我的敵人是誰 我的任務是什麼 如何執行任務的要領 這就是你現在 執將要執政的時候 一直要反覆不停的提醒自己 這叫心理建設 因為你會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問題 基本上就圍繞在這裡面 去混淆你 所以你要從 一直不斷的回來問自己 我是誰 我是誰 這大家都說最多外科 沒有上過我台灣史節 請舉手 都上過了 全部都知道了 但是我會不斷的 重複再重複再重複 我們都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都是台日本帝國的村民 我們這個共識已經非常基礎 沒有分裂的本錢跟空間 大家都一樣的目標 一樣的方向 我是誰 再講一次 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我們從何處而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這是高跟的話 再問一次簡單的問題 我不希望大家再重記 我們這一輩子追求 就是自由幸福快樂 除了這個沒有其他的 不是嗎 同意的人請舉手 我們這輩子就追求 自由幸福快樂 完蛋了 我再講一次 不是 我們當然不是 自由幸福快樂是副產品 不是你應該追求的目標 我講一個例子 我講一個例子 你看你 你怕手之後就開始煩惱了 你真的跳下去 我不還以為少一點人會舉手 我跟你講 如果一個醫生 他說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自己看不 不敢 當然不敢 但是有一個醫生他說 我以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我要給別人餘好 這是我最終的目標 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別人很多 因為他的別人很多 所以他賺很多錢 所以他很多他就快樂了 這樣對嗎 這樣就對了 因為他的過程對 知道嗎 他得到這個東西的過程 讓別人太容易只注重結果 太實用主義了 所以以至於我們不管什麼手段 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才有黑心油造出來 我如果買出去 有錢都回來 我無關他 是這樣透過什麼手法做的 所以我剛才設一個陷阱 自由幸福快樂 絕對不是應該你追求目標 怎麼會是 通常講這個話的人 都沒有得到自由幸福快樂 為什麼 比如說一個女生 我看來 這男生好像可以給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嫁完了以後發覺 沒有什麼出息 我再換一個男生再嫁 這樣趕快趕快對 不對嘛 照理說你是應該 我真的愛這個人 願意跟他一起共建家庭 打破所有的困難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方向 因為愛結合在一起 因為這樣結婚生孩子以後 爸爸做 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 媽媽該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 大家做完該自己做的事情後 回到家裡 爸爸媽媽做一道 豐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 享受這晚餐的時候 享受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這樣才對嘛 就是說你把你的正確的目標 設定好以後 去追求的過程當中 產生這個副產品 叫做自由幸福快樂 才有這種感覺 還是這種感覺 不可以當目標來追求的 要知道 不然這樣我跟他說什麼 馬上讓你得到這個自由幸福快樂 感覺什麼 科藥 你吃到最高的 還要喝酒 通常追求不到這個人 就透過這種替代品 來讓自己 confuse自己 我們知道 做事情 我們要叫順順來 自由幸福 所以現在台灣人都發 我說台灣要哪裡 我們都知道台灣人 要自己管自己 結果走錯路 就是他不管 這是不是一個合法的道路 走到那個目標 你不敢讓中國人管是一回事 但是你就要照法理來走這條路 這就是我要講的 自由幸福快樂很好 那是一種感覺 但是它是什麼事情 伴隨而來的感覺 副產品 是你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自然會產生這個 我們台灣民主黨 按照法理好好的走下去的話 台灣人自然就會享受到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過去你在那邊 在那邊 你永遠也得不到 你要的目標 因為你用的方法不對 你要獲取你想要的東西 透過的路程 路徑 過程 都不對 所以才用歪行的方法 這也要扔 很軟症 所以台灣人喜歡騎機器 有沒有在那個穿梭裡面 這是一種思想的訓練 很軟症 不管合法不合法 都要扔來扔去 結果變成現在台灣人的思考方式 在國外的車子不會這樣 沒這樣扔來扔去 沒那麼軟症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把你該走的方向 我說到這個 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板上之雲有看過 請舉手 回去要看 只有三處 板上之雲裡面 阿布官員對不對 阿布官的爸爸 他是在區公所 現在算是公所裡面 擔任一個官員 他家很散 算是五四 很散 有一天 他兒子 雖然是五四的兒子 大概走那個 那個 澡堂裡面去 聖茶 燒水 人家在那邊洗身體 負責去聖茶 聖一天兩天 每一天去賺錢 但是他很愛賺錢 成績也很好 有一天聽到說 有免費可以在鎮上 比較大的城市也讓賺錢 有一個機會 他知道之後 就走回去跟爸爸說 你怎麼不跟我說 你不是在鎮公所上班 照理說 你在教育部單位做工作 你應該知道最清楚 怎麼不跟我說 他們爸爸說 點點 明天在鎮公所來找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爸爸是公務員 這是他屬於他事務上的機密 他不會在家裡面透過自己職務之便 把這樣的消息透露給自己的孩子 今天你這個小孩知道這個消息 是透過外界得到訊息 訊息消息 早來跟爸爸問 爸爸說你明天到正工作來找我 就照正常程序來做這件事 你知道嗎 爸爸在那裡笑很開心 小孩呢 果然我的確有這個機會 我可以幫你申請 但是你是以一個一般人的方式來申請 不是我的小孩 這就是公司要分 台灣人公司要分 你現在做台灣民進會的官員 公司要分清楚 不要透過自己的職務之便 偷偷把消息給自己的親家朋友 這是日本人做的方案就是這樣 日本人透過一個電影就幫你教這件事 上面一個公司分清楚 不要透過自己的職務之便 知道很多內線 比如說土地要炒作 爸爸要開發這個土地 我用這個叫自己的家人 你去買土地嗎 拜民進會會處理這種人 拜民進會會處理這種人 我職務上的機密 我絕對不會讓家人知道 你們要開始養成這個習慣 我職務知道民進會當時要換錢 我偷偷的跟我的家人講 這樣也不行 不是這樣 你現在開始你的想法都要開始改了 公司要分清楚 讓你公司分清楚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原因 包括他也是對你的一個保護 給你保護 我叫你要公司分清楚就是要保護你 我現在開始講的課 跟之前講的又不太一樣 越來越practical 很實際上你會面對到的 直接的上的問題 好 再切回這個 這就是日本人的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我們現在的靈魂去用叫牽起來 醒過來了 因為法理我們站出來了 我們就要趕快 跑回那條路上面去 過去資納人幫你加的壞習慣 賣的習慣都幫你放閃 什麼叫拖牙入 拖掉資納人這個壞習慣 連中國 連中國都搞一個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 過去那毛澤東知道 中國人如果繼續在這個文化下去 遲早會毀滅掉 連中國人都沒有這種文化 居然走到台灣 把你統治 把你洗腦 變成現在的台灣人 我們自己看不出來 但是法理的東西走出來 我們就穿起來 因為光明嘛 照到黑暗嘛 這樣就知道什麼是對的路 走往上走 再回到這個 因為我剛才問了一個問題 發覺 雖然你都上過我的課 沒關係 人喔 不是一次就記得的 要重複的講 重複的跟你講 人在真正搞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 這就是以前的部落戰爭 所有的人類過去都是部落戰爭 最早幾十萬年 我講過嘛 人類歷史六萬年 六萬年前以來 到四萬三萬兩萬 都是這樣 都是部落 部落是什麼 很多家庭 因為狩獵的環境 因為水資源聚在一起 生疼的地方 他如果跟另外一個部落 互相碰面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衝突 為了要競爭嘛 要不就合作會嘛 要不然就衝突 衝突的時候一定會抬 抬的時候一定是什麼 全部把你殺到光嘛 就是這樣嘛 全部砍頭殺光 到後來發覺這樣不對 所以下一步 他把老肉婦孺留下來嘛 為什麼要留下來 因為土地變大了 沒有人去競爭 所以要留下來 讓這些人 在他們的領導者被砍頭 都消失掉之後 這一群人當做 資源回收的人來使用 他做什麼事 每天就是這樣子啊 努力每天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上課吊舞買東東啊 現在人家上一個買東東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不會去想太多 每天只是想他上班 但過去就是這種生活 我們過去就是每天上班 領薪水回來 養孩子付教育費用 再回去買個吃的 再隔第二天 這樣過一季啊 那是不曉得活著幹嘛的人 那叫做努力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是什麼 是有頭的人喔 我們現在頭已經崩起來了 當你受過民政府的法理訓練 你的頭已經撞上去了 我過去跟你說這個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之後 統治的手段透過三個 宗教語言姓氏 宗教是什麼 以前部落和部落小台怎麼做 台後你都會把他的神 比如說在中東地區 我們是寧羅河神 我們拜烤魚 我們是蛇的神 就開始對幹 打到贏的烤魚贏 比如說烤魚贏 村的 你說台村的人都要拜我的烤魚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的嘛 哪有可能 我孫你又繼續拜你的神 你如果又拜你的神 也拜你的犯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神都砸掉 都燒掉 重新拜我們的神 這是在過期這樣啊 再來 語言 你都開始講我的話啊 我管你是哪一族的 現在只有我們這一種 做主你才對我們講我的話 再來姓氏啊 我算會再繼續留你的生 不然你會說我原來跟他們不一樣 有一天又有反叛的心嘛 所以一定是做這幾項事情 這就是過期中國人通知台灣 跟台灣當殖民地的時候做的事情 請教大清帝國通知台灣 兩百多年就做這件事 台灣人不在地上去打 所以呢 直接進入第二個階段 就是這樣 直接叫你拜他的神 講他的話 包括台灣的 那也是從中國來的 帝的生 結果這都不是我們的 我們在這裡這個土地生 圖了四萬年 我們屬於弱勢耶 部落的形式 叫他這樣 當作掠奪者 被掠奪者 被殖民地的人 照今天我們做這幾項事情 不要想說 你說台灣的你就台灣人 不是耶 我們是高山做到北部做後代 等一下喔 我就要回到這個 那個 抱歉喔 那個 Human Migration Map 那個還在不在 有在這個 PowerPoint裡面嗎 這個圖很清楚 有關於人類遷徙圖 有上 不知道的人請舉手 Human Migration Map 不知道請舉手 我就再講一次 幾個人 有人不知道 你幫我找出那個圖 這點就好了 因為還有人不知道 我再講一次 現在查你的DNA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都在建構我們很核心的防線 最後那一道 核心 你為何而戰 你為了什麼打這場戰爭 你為什麼會站在這邊 為什麼會犧牲你的時間 因為規規矩矩矩的穿西裝 打零帶 坐在這裡 整天兩天三天 六天自己來 就是為了 怎樣 我們這個俗會生存 本土台灣人 M174後代的生存 不要讓我們滅掉 說這個 你一支根據DNA 我們現在科技很發達 用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你的DNA拿到實驗室 兩天之內 所有的基因排序 極一對就造出來 很清楚 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變成基因會複製 複製過程會產生突變 突變就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小孩子身上 都帶著這樣的記號 所以有一個國家地理雜誌 有一個Dr. Spencer 用這個來追溯人狼隊都要來 結果所有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類 不管40億50億60億 其實都來自於同一個源頭 同一個源頭從哪裡來 你看箭頭到最後 都從非洲來 六萬年前 非洲的一對男女 生長到今天洗到所有的人 上次有一個童星在挑戰我說 老師有一個什麼北京原人 我說DNA在哪裡 告訴我沒有了消失了 那些人老早都滅掉 唯一存活只有這個 有人說 許老師 我比較關心我從哪裡來 所以你從這裡看 就有一個M174的縣 對非洲這邊六萬年前裡面出來 走的南葉門印度南部 馬來半島 帶我到台灣 那時候四萬年前 再來去日本 再來朝鮮半島 最後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裡面有關人 有的有中亞來 有歐洲來 有蒙古下來 有從印度上去的 從越南這邊上去都有 所以有十幾種人在兩萬多年 兩三萬年前 就要來到中原地區 所以接下去我要問 那誰是雜種 支那人是雜種 住在這個土地上 經過幾萬年的混雜 自然就變成雜種 這不需要 這不是罵人的 為什麼他是罵人的話 因為以前他笑我們是雜種 對吧 他說我是純種中國人 不好意思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 你請你把中國人的DNA定義出來 以後所有我們血抽出來 裡面有DNA 你的DNA的記號 我們就是中國人 結果他拿不出來 中國人是一個政治語言 是被定義出來的 這個土地上有幾十千人 你要怎麼定義 什麼叫做中國人 他們是雜種 我們是他的祖先 那時候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沒有錯啊 中國人有一部分祖先 的確是從 朝鮮半島過去的啊 很興趣 他們找韓國人 但是沒辦法 的確他的祖先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去的啊 日本從哪裡去 台灣去的啊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啊 數點忘記是他們的 追本溯源就要溯到台灣 台灣人 你如果去拜中 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背做了耶 背什麼做 背我們四萬來 四萬年一直以來的祖先 結果背你會買你的後代 中國人來台灣再兩百年耶 那跟我們四萬年是怎麼比 李登輝說什麼 台灣七百年歷數 笑死人了 怎麼會是四百年 我們是四萬年耶 差在天差地遠啊 血液告訴我們嘛 李登輝還在背這中國 流氓政府編出來的假例子耶 我們在這邊土地生了四萬年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你如果去 親民節 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了 我們就要側頭做不了解 這是科學證據 不是過去 過去用你編的那一套故事 就是要把你通知 就是要把你吃起來 這是政治手段 但是你現在都親切起來 台灣民進府只講幾個東西嘛 科學證據嘛 歷史上的文獻嘛 跟邏輯推理嘛 只有這幾項就好了啦 有膽你就在歷史證據上 跟我們對話嘛 你拿出來嘛 他沒辦法站在歷史的根據 那種建概就說歷史觀點 根據歷史 那是中國人編的歷史啊 世界歷史不是這樣什麼的啊 世界歷史來電影是雜種啊 各種人種在那邊混雜雜居的嘛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姓氏也不是 你現在真正的姓氏 我現在不接受提論 下課再說 你知道嗎 我們清楚我們是誰 我們是他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還對歷史出來 建構這個概念以後 才有下一步 所以他在這邊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歷史書 是記載在哪裡 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可以讓你清楚說 會抽出來就知道了 來 我再回到剛剛那個 我的PowerPoint裡面去 那個大圓圈 回到這邊 你看4萬年前我們本來是部落的形式 再來 大都王國再來 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這是15世紀 那是什麼人來 掠奪者 為什麼到15世紀再來 因為之前人類沒有一個航海技術 所以你自然這個島上三四萬人 就是因為這樣 沒辦法出去 你也沒有航海技術 也不能跑到這 直到西方強權 開始發明 那順的走走的 跨過半個地球 跑到亞洲來掠奪 除了他掠奪 還有大清帝國也來掠奪 這是最近的事情 在幾百年以來的事情 那在這個掠奪者之後怎麼樣 各個掠奪者之間也相待 誰人比較大 最好的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我跟妳講 掠奪者的意思是什麼 講到拜託一句話 尤其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他結婚 過去殖民者 對殖民地所做的事情 把你子圓都拿掉 不想對你負責 你出什麼事情 你們家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屏東那個地方跟美國 我們不是美國的純擱 給他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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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掠奪者的態度 我們就是殖民地 但是日本來不是這樣 日本來最後是怎麼樣 他真的要跟你結婚 所以他做黃明化的動作 給你建設 都是最後要跟你結婚的動作 就這樣 1945年4月1號 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這個動作就是婚約 從此以後 我們對天皇效忠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那效忠他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這代表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你的身分 自從此以後已經變了 我們的血統上 M17後代就確認了 我們的政治立場也很確認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兩個人都確認 還有什麼好懷疑 但是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竟然還在小貴旗 幫你強暴的那個男生 就是自那人啊 你已經有明媒正確 幫你搶一問的 王子 你賣的 還回去找這個 那就很奇怪 所以我那時候 說這個人是什麼 黨籍嘛 是不是 為什麼是黨籍 以前有幾政官 在那幾政官通知的下 拿到好處的人 是誰人 就是黨籍嘛 靠鬼附身得到好處嘛 誰人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民進黨 台連 清明黨裡面的台灣人 就是這人過去在國民黨在欺騙 包括現在的選舉裡面 繼續在欺騙台灣人 用藍綠的對抗 左手玩右手的你看 圓堡地獄的你看 台灣人都叫人 架在裡面 包括在這現在法律出的 法律出的 整個要走 對不對 整個走 下四名不讓他走是什麼人 就是黨籍啊 過去扣這當 做黨籍來賺錢的 現在 整個要走 整個要走 下四名不讓他走 這就是黨籍 這就是台灣我剛才說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軍要出發了 他就要帶著 帶著 沒有的話之後處理嘛 就是這樣 我們已經到這麼清楚的地步了 所以我說過期這是 語言媒體教育姓事 這都是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就是你們過期 受到的教育都國民黨在這裏 所以你心裡面總覺得有一點害羞 說這樣好這樣對 不要再說 日記比較穩定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怎麼對 我說正確 完全正確 完全按照法理 所以 以後人民要跟你挑戰 你說你說這樣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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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如果沒有法理 跟我現在講的這段 背景的話 你很難跟他看 但是他聽不懂 你們應該聽得懂 你們要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麼 我以前說什麼叫種族滅絕 我們第一次去台 今天叫台 第二次去做兵 第三次 我們年輕人送給他 送支那文化教育 認為二八事件 二八當天放假是慶祝 台灣的受難日慶祝 去看電影卡拉OK 就是這樣啊 他們的思想 一開始都是中國人的思想 來看台台灣人 那叫做種族滅絕 你的政要不去 你現在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站在一起 再恢復起來 福家在法立在這段照片 那段民主黨不是說 美國人要騙一百年 騙一百年之後 就沒有台灣人了 真的被滅掉了 滅光了 現在說嘛 不然說你要認同誰 你已經開始混淆了 我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現在 但是你是知道 你台灣人不夠 真正讓你受到保護的 不是因為你是台灣人的身份 是什麼 是什麼 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你才有受到保護 今天 是因為你拿那個身份證 證明你是被占領地的百姓 你才可以享受戰爭法 保護底下的所有條約 包括你不能跟我說 你才可以改我的議員 你占領我 不可以叫我去做兵 你占領我 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你占領我 不可以拿你的身份證 拿你的護照 是這樣 你如果是台灣人 剛好剛好去幫你收起來 你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收編 過去就是我們的父母親那一代 都不願意承認 我們是戰敗者 換去戰勝者那邊 結果去幫你收編 所以秘書長說贏 美國人說 現在儘管要給你 但是你沒有台灣人 就是在講這句話 真的奔走台灣 大日本帝國成名在哪裡 戰敗者在哪裡不見了 所以身份證出來就是戰敗者出現 戰敗者出現 就是戰爭狀態恢復 所以我們現在是戰時狀態 我們現在成立的內閣 黑熊部隊什麼 都是戰時的必要的制度 跟組織 那在這種暫時狀態裡面 你要做的事情 過期我想說 像當民進府動不動 就要編行或死行 那要怕死人 但是你如果想說 這是暫時狀態的時候 沒有什麼好懷疑 這本來理所當然 什麼叫暫時狀態 我跟你講 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組織 是什麼樣的組織 最有效率的組織 我跟你講 是軍隊的組織 為什麼軍隊 對 軍隊是 其他的組織頂多是輸贏是錢 軍隊的輸贏是生死 死跟娃之間在玩的 那他難怪 他一定是用他最有效率的方法 跟你修台 你敢不撩力氣 不會啊 你敢不撩力氣 你敢不撩力想性的事情 不會啊 軍隊很實際 實際到底 所以我們現在就像軍隊一樣的組織的訓練 那軍隊的要求是什麼 你不能執行命力拿掉 你沒有執行命力拿走 怎麼去評估一個軍隊的有效率無效率方法 我人員隨時移動 目的是要達到最好的戰鬥的結果 可不可以得到這個戰勝的結果 就是這樣 台灣民政務可不可以得到戰勝結果 我們隨時換人 你一定要把你的 你的崗位做好 不行 換人 就是這樣啊 後面很多人等了耶 抱歉喔 你如果缺不補的話 馬上後面的人就補上來了耶 沒有開玩笑 現在已經到這時 以前還給你鼓掌這些來的 現在不變了 後面很多人排隊了 現在就封起來了嘛 封起來還會撈空 什麼撈空 你亂輸走的就被拿走了 就是這樣子嘛 這是一個軍隊的動作嘛 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嘛 就對了 還有柯P是皇民覺得他是恥辱 你哪覺得當皇民是你的恥辱 有一天我們也會把你當做恥辱喔 我們是以皇民為榮的人耶 什麼以皇民為榮的人耶 為什麼會說這番話 就是他站在知那人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嘛 他不承認你是皇民的好意嘛 那表示你過去都騙人耶 你在做嫁耶 你說你是皇民嘛 結果呢 你以他為詞耶 那叫難民要去扔一下 扔一下就覺得見笑 所以你的整個思考方式已經走了 我們現在法律出來 就知道他講什麼有的胡說八道啊 什麼叫他的底線是中華民國 哪是中華民國 是不是這就是我講的嘛 當機嘛 庫中華民國那些黑洞在賺錢的人嘛 沒有效忠對象的人嘛 在中華民國體系裡面他們是英雄嘛 李登輝有什麼台灣的支付什麼 笑死人的 知那文化的餘孽 我現在講了 餘孽這個字 過去喔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好像是八爪章魚 踏骨 踏骨 幾個腳給台灣人給它揉掉 我現在就在賺腳 我現在講的東西就是 一支一支的腳給它賺回 用什麼給它賺回 把法理真理講給你聽 它自然就斷了 過去的會跟你想跟你騙跟你怪的 一支一支給它賺回 現在你要建構你自己很core core value 核心價值 非常清楚 是建構在證據 科學證據 歷史文獻 邏輯推理上面 這個不太容易 不容易被人家打倒 你們要反覆思想這件事喔 好 說到這 因為我們裡面有不同的成分 有黑熊部隊 有青年團 有內閣成員 但是我就講一個general idea 是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 說到這 因為我每次課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會天 你們有錯過的話 就聽我以前的 有些我會講 有些我不會講 民主黨應該有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以後 我們還是會政黨 但是不是現在的政黨 現在的政黨全部解散 不准再成立 全部解散 就地解散 以後改成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民主黨跟共和黨 跟美國一樣 你如果要知道民主黨是什麼 共和黨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美國的議會制度 要研究一下 美國的憲法是什麼 我們叫選領 雖然我們不是要恢復那個 但是日本 現在日本國都按這個制度在進行 其實我們大日本帝國 老早就有帝國議會 本來就有這個上院下議院 本來就有這個制度 但是我們研究一下 好的東西我們採納 我們不是要託亞入歐嗎 歐美既然是強國 現在世界第一共跟第二共 我們要給它 我就介紹一下美國的制度 美國制度 這是一個三低圖 三度空間 XYZ軸 X軸是在底軸 Foundational Government 政府是怎麼成立 美國是有不同的州 州有獨立的政府 結合起來叫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有 constitution 的constitution 建構這個東西 在這個基礎上 建構所謂的institution 就是government institution 政府的結構 那政府結構包括幾個 行政立法司法 judiciary就是所謂的司法機構 congrat就是立法機構 presidency就是execution 行政機構 那executive branch and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就是所謂的政府部門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就是從這個面向看過去 在這個政府組織出現之後 有很多相關的政治行為就出來 什麼是政治行為 這就是political party 政黨政治就跑出來了 因為這架構產生就會運作 operation之後就產生所謂的政黨政治 其中還有media 媒體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塊 我會花一段時間講媒體 interest group 利益團體也會跑出來 以後你們就是面對這幾項 只要你們是內閣成員 或者是議會的人 都會碰到這個 interest group 利益團體跟你遊說 那他們是誰 你要先知道 美國是一個統稱 利益團體有利益團體的遊戲規則 稅客有稅客的團體組織 每年可以捐獻多少錢給 遊說國會 這都有限制的 金錢都是透明化的 有soft money hard cash 都不一樣 media 我現在用的名詞 你講講 你講 又回到一個大原點 開始不能再讀中文了 開始用英文了 我這裏面都沒有寫中文 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秘書長要求 一步一步就是這樣 不從現在開始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跟你講 你們不會老人痴呆症 絕對不會 因為不斷的學習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一個 文化 不斷的學習 你比現在跟你同年齡人 差太多了 你這跌跌時間來 在讀多搜 你怎麼知道 有厲害嗎 自己鼓勵一下 真的不簡單 我光這樣看 我覺得你跟一般人 真的不一樣 你從學校畢業以後 什麼時候看書 當然你以後 學生也看了很多 你變成一個 求知欲很強的人 但是除了求知欲以外 我跟你講 求知欲的內容 你所求知的內容 也要篩選 你講笨手的 誰出來笨手 是不是 吃什麼就是成為什麼人 我以前 我的一堂課 藝術史節一樣 你的能耐 你的能耐是 2 or trash 還是2 or good 好的東西 你是用好的東西 養大的 法理養大的 正直 清潔連結的事情養大的 還是狗屁倒灶的媒體養大的 所以電視要看 真的要看 補助也真的參考就好了 你現在 英文怎麼學 我那時候有教過 最快的時間 因為我也是26歲 當完兵做完 其實才出國 我英文也是跟大家一樣 爛 但是幾年之內 我在美國住 那幾年之後 我就脫步 割到6、8、3以上 因為那學校要求要考630 算蠻高的 有方法 短時間怎麼弄 我雖然去美國 也是英文也很爛 雖然脫步高 550出國 但是不會講 後來是什麼 我有一些學長跟我說 比較久的學長說 你如果有一天 寒冥在睡 寒冥的時候 開始說英語的時候 你就過關了 我說 這個指標 我第一次聽到 好 我就等了 結果真的 差不多一年半以後 有一天 我的室友台灣人 就說 你前面怎麼寒冥都說英語 這樣 過關了 我怎麼過關了 我跟你講 每天上課以前 不是有休息時間嗎 我都去看肥皂劇 學校有那個Cafeteria 我坐在那裡 一方便看書 一方便看 沒有字幕給你看的 我一開始也雄雄看不到 我就在看了 看得不及 所以我現在給你建議 回家看電影 每天看一部 一部可以重複看 看到你熟悉裡面所有對話 你會記憶 說的每一句話是誰 你都知道 但是你就 不可以拍字幕 不可以拍中文字幕 第一次只聽 不可以有字幕 第二次就要有英文字幕 你知道嗎 阿伯你只要看英文 聽音 你又知道那個意思 你就學很快 小朋友跟英文 學英文很快 你們台語是當時學的 台語是當時學的 不用嘛 從小說到大便就可以 就是這樣嘛 你就是自己製造一個 講英文的環境嘛 那時候 小朋友不能進來吵我 太太你不能跟我說話 你就要整個房間一小時 那一小時裡面 只要英文的世界 不能碰到中文 你就只看影片 放英文 這樣就好了 每一天來一小時 我跟妳說 進步很快 這就是學英文最有效率 我們現在又叫 中國人要發你的英文 教你的英文 還更後 對不對 然後你在現在學英文的過程 翻譯成中文 我看你是在加強中文 不是在加強英文 對不對 你變成中文比較好 不是嘛 你要英文解釋英文 所以還有另外一招 剛才這是一招 第二招 有一個叫dictionary.com 用英文解釋英文 中英字典丟掉了 中英字典 這邊漢英字典丟掉 等掉 絕對不能再用 再用 再依賴漢英字典你就完蛋了 英文永遠寫不好 你一定要用音音字典 英文解釋英文 你如果說 現字典太疼了 上網 上網有個叫dictionary.com 字典.com 為什麼那個好呢 不如說有一個字 Burocacy出來 他一大堆解釋 但他都英文解釋 你說這也看不見 你再點 再走下去 你有一大堆英文解釋 你再點 你一直點下去 點到你有 總是會有認得的字 再點回來 中間如果20個字 有20個字都寫下來 那種電話 走在點 你忘記就再點一次 點到你熟為止 點故你怎麼辦 真的 這是第二個 學英文最快的方法 用英英字典 不要用中英字典 因為你一旦用中英字典 你就開始用中文思考 你不是用英文思考 對不對 你先把英文分成中文 再中文再放在腦袋 變成意思 你已經在用中文思考了 然後英文直接回答英文 再給他快 這招交完了 很受用 你媽媽去用 這個媒體 我告訴你 媒體一直是大家的問題 因為過去你們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我告訴你 沒有腦袋 可是有記憶力 資源回收人的記憶有多久 來 你們自己應該知道 紅中秋一個月就一個月 瘦花季一個月就一個月 對不對 鼎心油一個月就一個月 一個月過了以後 他新聞不再報 你就忘記了 是不是 所以你的記憶力 就是媒體多久你就多久 沒鬧的人就是這樣 沒錯吧 因為你們過去都是沒有頭的人 所以你的過去的習慣 現在把它切掉 不要再看電視了 那我跟你講媒體在做什麼 媒體的基本的本質是這個 媒體的槓桿 當議員 閣員面對媒體的時候 媒體的本質是政治活動的現象 沒有法律的根據 市場導向的報導 盈利為最終目的 那個R-Man就是Recycle Man 資源回收人為訴求 我以後再慢慢跟你們講 越講越深 現在只給你點到那個title而已 再唸一次 政治活動的現象 媒體的本質是一個現象 它不是有本質的東西 沒有一個國家立法 給一個媒體有根據說 我因為這個法律而成立 不是 它是人家有政治活動在旁邊的觀察者 你叫他負責他 沒辦法負責任 媒體從來就不需要為他的東西負責任 它是個虛的東西 那鬼一樣 鬼政權一樣 所以鬼真的要用假的問題給你騙 媒體整個都是虛的東西 媒體就是虛的 包括電影裡面演的都假 每一行是真的 他說的話也是有目的的 所以沒有法律的根據 法律沒有support媒體的出現 再來市場導向的報導 最後就要盈利 他要賺你的錢 他要賺你的公康 隨著他人家說 但你會來看 他給你三個人 你就去看錢就流出去了 盈利為最終目的 然後訴求就是自由回收人 真的有鬧的人不去看那個 看不下去 你們現在有法理之後 怎麼看得下去之前的那些 政論性節目 都胡說八道 你可以批判他 對不對 以前時間到要去看那個 差很多 媒體槓桿 或能力行動 或影響人 事件 他透過什麼 民意調查 美國真的是 資源回收人的國家 所以動不動是民意調查 他們也很喜歡把民意調查 當作他的support 媒體要講話 沒有分量的時候怎麼樣 他一定跟你訴求一個 根據媒體調查結果顯示 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他不會講說根據我的判斷 你算什麼 你叫媒體 所以他一定會找一個可信的東西 有可信度就是要調查 所以市場調查媒體調查 所以他一定會動不動是訴求這個 收視率不光是盈利為最終目的 不光是盈利 他還注重的是收視率 influential 他可以影響到多少人是他最終目的 還不是用錢來很量 增加影響 recycle面為訴求 這就是槓桿 槓桿你知道什麼叫槓桿嗎 茄莉莉 他說你只要用一個棍子有夠長 我可以推動地球 中間有一個點 在棍子夠長 我什麼都可以把它弄得動 都扛了起來 這叫槓桿 媒體就是要盡量製造他的槓桿 他如果說一句話 所有的人都上街 他就贏了 媒體告訴你 上街喔 大家都去了 他贏了 行就贏了 影響力也到了 政治人物就聽他的話 有沒有 政治人物聽媒體的話 你沒有想過 政治人物有一天會聽媒體的話 媒體本來就是個空的東西 對 最後總統的決定 居然由我來決定 這就厲害了 我今天這堂課在講媒體 有一個叫做setup agenda 媒體最愛玩的叫做議題的設定 我那時候講過一個故事 什麼叫做setup agenda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戰俘營 在德國有一個戰俘營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來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什麼猶太人 那叫做 那不是戰俘耶 那叫集中營 戰俘營是關 跟德國打仗戰術的盟軍的人 對不對 那叫戰俘營 因為戰爭被俘虜的人 戰俘營裡面 因為希特勒想做好看 根據日內瓦公約的話 對戰俘營要一定的處置 所以德國那時候 戰爭到後來的時候 資源很匱乏 反而是戰俘營裡面 戰俘營為了要遵守這公約 每天有三餐可以吃 晚上還有宵夜 所以德國人外面是搖到要死 裡面是很不少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在戰俘營 四周也設那個鋼燒 衛兵衛兵 戰俘營外面是 本來是怕戰俘走出來對不對 結果他們不是 是怕德國人走到裡面 偷帶的東西 你看已經顛倒到 顛倒到這種地步 為什麼因為裡面資源 每天都有三餐吃 外面沒有東西來吃 所以德國人 會去裡面吃 偷偷帶一些食物麵包出來 給他們家裡的人吃對不對 你們有follow me 有沒有跟著我在講 有 結果他們就衛少每天都檢查 袋子打開 就打開 下一個袋子打開 沒有東西下一個 袋子打開 就這樣檢查 結果有一個衛少 跟他裡面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從小是夥伴 做一個大小的 衛兵就跟他裡面工作人員說 我們衛少人做一個大小 我怎麼不知道你的樣子 你衛少人就要偷帶的東西 怎麼可能說 我每一次給你檢查 這都說 那發生什麼事情 你跟我講好嗎 那個說 你不能跟人家講 我們好朋友 好 我跟你講 我偷的就是袋子 我偷的就是袋子 聽到有沒有 我告訴你 這袋子不是我們現在說的縮角路 那叫做帆布袋 帆布袋一腳就要多少 現在 錢一千多塊兩千塊 對不對 每一天偷一腳 一國的偷三十腳 那多少錢 六萬塊錢到手 所以不可以 老公早用錢去買食物 可以嗎 你們大家是睡著了嗎 那為什麼檢查袋子 他只檢查裡面的東西 他沒有去檢查袋子 是不是他的 因為長官說嘛 長官說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 有夾袋嘛 議題已經被人家設定了 整腳被抓起來不知道 就是這樣嘛 你現在去藍綠去鬥爭就是這樣啊 人議題給你設定好 就是藍對綠嘛 你去投票嘛 每天在軍會電視裡面 看結果什麼樣 很興奮 被人家玩了整股 被抓起來不知道啊 結果是流行政府繼續合法化 就是這樣啊 就是有議題被人家設定啊 我們現在民政府提出新的議題 你過去那就是鬱子了 現在議題由我們台灣民政府在主導 台灣未來的議題由台灣民政府在主導 已經是這樣 我跟你講媒體 我們是有效忠對象 現在中華民國媒體有效忠對象 我們是有 OK 先不講這個好了 我再講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的暫時效忠對象是誰 我們最終效忠對象是誰 來 先問第一個 我們最 我們最 暫時效忠對象是誰 美國軍政府 對吧 我們最終效忠對象是誰 日本天皇 不是民政府 日本天皇啦 不要弄錯啦 民政府效忠對象是那個 然後我們 不是 那叫最終Ultimate 最終 最終 最終效忠對象是日本天皇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建牌嘛 不得已 暫時先效忠 現在佔領我們的美軍嘛 是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齁 來 這是什麼 南美洲有一種動物 蜥蜴啦 不太大隻 這樣啦 現在看起來很怕人 對不對 我跟你說 他遇到敵人的時候 他第一個動作是這樣 砰 打開 對方嚇 嚇 對方如果沒有下 沒有嚇走的時候 你知道 Free Enacted 只有那大部分而已 看起來很壞 結果是 小小的 小不拉雞的 一顆雞而已 媒體就是這樣啦 你真的抓到一顆雞這樣而已 不要再給我嚇 國民黨這個政權也是這樣啦 你真的發力這樣 他就變成這樣了 痠了 魔鬼也是這樣子嘛 他跟你嚇 你嚇 你嚇人了 要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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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了 法理要清楚 你就不會被 OK 這樣有蹭起來嗎 好啦 美國有不同的 最大的是這個 Executive Branch 美國的政府組織 歐巴馬可以任命 這個每個部門的頭 農業部 商業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nerg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Risk Servic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退伍軍人的那個 Department of Treasury 財務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State 外交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勞工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Interior 內政部 最後在2002年的時候 不惜因為 那個911事件 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叫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用新的部門成立的 多了這些部門 除了這些部門以外 另外還有CIA EPA FCC FEMA 不同的部門 那上面的話 Agency Four Types 你們看了就好了 以後我在 有空另外一堂課 專門在講美國的政府組織 我跟你說 還有一個台灣人 一直被卡住的東西 就是這個 民主 過去被卡到派遇 我們想說 我在想 還要再問一次嗎 我總覺得 有些人會舉手 那些人 困錯的一定會抓手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現在民政府要執政的 對吧 覺得人民最大千抓手 覺得人民最大的 抓手 你看完蛋了 完蛋了 人民最大的 對於民政府來講 人民最大的 華革的人都不懂法理 他們最大的 你就完蛋了 還說 我就說每一次 check一定會有人舉手 對於民政府 最大的 是我們上面的人 他跟你命令 你去執行 你今天來這裡 我跟你說 你不是因為選舉來的 你為什麼要聽他們的話 你如果要聽是聽這樣 我跟你說 你腦袋沒有換耶 你任何一個軍手下面管60萬人 我請問 人民最大你要聽誰的聲音 說那些話都說好笑話 所有的人都胡說八道 這裡面有多少利益團體 裡面 你如果說人民最大的時候 一定完蛋 最後是什麼 他自己最大 到買 欸 所有的議員 說到買 是議員自己在為了自己的好處 在弄 誰人真的要聽誰 因為這些所有的聲音 都是互相矛盾的 所有人民的聲音都是互相衝突 有利益團體 有互相衝突的利益團體 一方勞工有勞工的權利 資本家有資本主義家的權利 互相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聽誰的聲音 最後誰來裁決 那不是你 所以最後所有的 我們現在所有的官員 到最後就是人民最大 講在嘴巴裡 實際上做的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貪污的開始 什麼叫人民最大 這幾個 真的砸到我們的腦袋裡面 我這樣給你們看一看 大家會怕手 不行 我覺得我以後每一堂課都要再問一次 大家都不清楚 今天你要知道你的上面是誰 下面是誰 你管誰 你要聽從誰的命令 你如果聽從人民的命令 我告訴你 人精盡力就完蛋了 奧子了 我跟你說 所有 民主制度是一個傾聽的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再講一次 民主制度是一個傾聽的機制 要跟他們照顧 我聽你的聲音 不是要管理的機制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今天球隊打球 我告訴你球隊最大的是誰 球隊最大的是誰 來 怎麼是教練 那邊主任 什麼經理 老闆 球隊老闆 擁有這個球隊的老闆 他買這個球隊 對不對 他找一個經理人 來管這個球隊 經理人在請教練 教練在去找那個球員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怎麼是教練最大 教練是什麼 你不聽話教練換掉 老闆最大 經理有一個經理人 對不對 這個觀念要正確 球員大家投票 決定老闆是誰嗎 沒有啊 球員決定經理是誰 教練是誰 也不是這樣 球員不聽就換掉 你知道嗎 這樣的球隊才可以打球 要不然就一群烏合之眾 烏合之眾 哪裡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 就是一群無無腦的人 資源回收的人 無頭無腦做事情 無頭無腦 你真的幫他做事情 會出問題 是不是 沒錯吧 如果民主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 那為什麼公司行號 不要用民主制度表決 這個月我們要生產什麼產品 大家投票表決 老闆是誰 薪水多少 投票表決 今天一個禮拜工作三天 投票表決 老闆公司就倒了 我跟你講 對不對 一家公司已經很複雜 都不敢用民主制度 那一個比公司還複雜幾千幾萬倍的 國家機制 那也是要用民主制度來表決 你想也知道嗎 我們平常下一個法案 你現在找得那麼多 外面的人是誰在討論 他們來決定 那不就完了嗎 你把你的生殺權交給那些 沒討論的人 那不就等在死 人民哪會最大 重新講這件事情吧 我們要學習思考 你換了位子要換腦袋 過期把你操弄那是媒體 媒體會跟你畫人民隧道 為什麼他從中間又得到利益 大部分人去買他的報紙 人民聽說我們最大最爽 對不對 就買他的報紙 你畫這段位 票就投給他 這就是 就是玩的 叫做勝機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是把這個局 打給你們看 你看清楚現在知道 什麼叫做局 被設局 被設局了 你們過期的孫雄那種被設局 設掉了 去找賣去 還要貼人三次 就是這樣 去找賣去 在車上買到賣 外面來聽說 自己騎一百塊 就是這樣 來 直接念了 時間不夠 這些 這是不同國家的議會組織 都有上一月下一月 沒還樂 來 為什麼不能像其他民主國家一樣運作 要知道自己所恢復的角色 自己的身分 我們的真實身分 仍然大日本帝國成名 目前因為戰敗 而處於被美軍佔領 戰爭狀態底下 無法效忠天王的無國級狀態 我們不是恢復一個國家 我們是恢復到無國級狀態 所以拿的是旅行政見 即使台灣澎湖 美國民政府下議會制度也是 sudo congregate 是假裝好像是 不是真的是 不要以為自己真的政變議員 是議員的組織架構 但是不是真的議員 那是未來 所以我們能扮演的角色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被占領地區人民所組織的民事政府 不是自己可以隨便改變 原先所屬大日本帝國所設定的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在恢復 叫做知識 不叫做知識 我們目前議會制度 是仿教大日本帝國議會 參考美國系統嘗試運作 方便在未來 一旦美國主要佔領國同意之後 銜接回去大日本帝國系統 過來 就算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想在這塊土地上自治 也要照規矩程序進行 無法造次 先恢復先前大日本帝國系統 而且在天皇同意前提底下進行改變 OK 但是我們現在天皇已經改變性質了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我跟你講 二次世界大戰 那兩顆元主堂 還不是最大的 還不是最嚴重的 更嚴重還有一件事情 是什麼 人間宣言 麥卡拉社要求天皇站在他旁邊 念一段 說我 從現在開始是人 不是神 過去我們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天皇是神 政教合一 有一個神道主義 有神社嘛 但是這天皇性質改變 畢竟不是神 現在變人 我們現在回去的大日本帝國 這個天皇不可能再回去神的身份 性質改變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新的時代 我現在給你點一下 我沒有要說太清楚 因為你們現在還不能接受 我要講的東西 先講一部分 給你點到這樣 大家去想 我再唸一份 這是過去 我們的憲法 回到大日本帝國憲法 叫做清定憲法 清定就是天皇制定憲法 不是人民自己去決定 因為這體育在主人 天皇寫完以後交給宰相去 明治22年2月11號 日本帝國憲法正向全國人民共同 通過天皇向黑田青龍首相 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 及所謂的清定憲法 天皇那時候還寫個五條玉士文 玉士文第一個 廣興會議1868年4月6號就寫這個 你會很驚訝發覺在幾八年前的天皇 已經有這種遠見 什麼樣的遠見 廣興會議萬機絕魚公論 透過議會制度 把大家要解決問題 一起來討論來解決 第二個 上下一心 盛展均倫 那時候日本上下都是同一心 不像我們現在不同心 因為不同國的裡面 但我們現在Q在這裡 所有人緊緊緊 同一條心 上下一心 盛展均倫 三 觀五一體 一致於庶民 個稅其至 勿使人 人心倦怠 對人們不會厭生 不會冷冷 我們過去為什麼會冷冷 因為自不得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志向 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沒有機會做到 因為國民黨沒有給你好好教育 給你做努力來寬胎 給你那些奇怪的考試 幫你們分類 分出來都不吃麵 所以你沒有好欠財 之後就對自己的人生就失去鬥志 就這樣混日子 混吃等死 但你現在不是 所以民眾幫你教 都是要尊尊教育 要教很厲害的人 一步驟給你提升起來 透過思想 短時間給你灌輸很多的 一流的資訊給你們 就是這樣 高級的知識給你教 給你改變 台灣人這樣才有教育 拜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做大兄 不是幫你教育而已 你要夠那個分量 就透過這個 你就不會厭生 當你的目標很清楚 我們裡面會不會厭生 不會啊 我們這樣目標很清楚 我們現在都切起來 是不是 如果有時間就去讀書 就這樣啊 破除就有這漏息 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識於世界 不再求知識於中國 過去國民都給你 喊著求知識於中國 什麼東西都應該比較厲害 都去學中文的東西 不是 日本天王一直說 求知識於全世界 哪有最好 我們就去求那 所以要討養入歐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最厲害 就對他們 現在美國最厲害 就對美國 就是這樣啊 最好的我們才學 來 再這樣限制底下 先階段我們可以做什麼 幫助大日本帝國台灣島 最後 大日本帝國從流行政府 詐騙集團系統裡面 各黨叫出來 成立台灣日本軍 清楚知道什麼是生存戰爭 就是我剛才說 生存戰爭 第二個 透過立法配合監督行政部門 幫助台灣在廢墟中 重建家園 知道什麼是日本帝國的 那種層級的建設是什麼 不是現在看的難民建設 文化建設 制度建設跟經濟建設 那是整體性的 我說那時候台灣 是解馬裡面 就把台灣的建設 基本上做什麼建設 從Infrastructure 從基礎上 從國家的整體的戰力上 都一起來做 當一個稱職的銜接角色 台灣政府這個過度性質 這都知道 之後 美軍宣布台灣被占領狀態 結束之後 將成為正式治理台灣的政府 在受到安全保護期間之內 建構一套可供未來後進 議員參考的議會制度 及文化制度 什麼叫安全保護 就是你們都是身手 你們以前不要做個官員 難免會犯錯 但是這個犯錯是在 我們的Grace Period 受保護期間 所以你不用煩惱 不用說 動雜得救 我如果做這個做不到 不用煩惱 你只要不是貪污這件事情 其他事情犯錯OK的 因為你還是在學習 學習那種嗎 最重要的告訴你 一定要做到 不會的 所以大家某一種程度上 你也可以放心 大膽的去實行你的政策 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所以叫做Grace Period 我們還在觀察期 你不用擔心 不會突出得太離譜 因為你突出的話 上面有人靠的 是不是 後面有人靠 你後面就回來 說我做不到 要怎麼處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膽 放手去做 不用這樣縮來縮去 只要不要牽止到個人操守 你不要牽止到法律 出這就好 不知道就問 學會如何傾聽人民聲音 我剛才說 人民聲音應該沒聽 都要透過什麼去篩選 法律 所以誰是你的敵人 現在回來說到最後 所以誰是你的敵人 來外面問 今天沒有時間講到那個 回到那個讓我到第一 還有十分鐘 我的敵人是誰 現在你一組你知道我的敵人是誰 定義出來 來 有人說什麼 來 我們的敵人是誰 你不知道敵人你怎麼打仗 不是流浪政 有人說那 有沒有 台頭算不算 這樣說的你都要討略好多 不能這樣定義的 你當官員不能定義 我給你們一個很好定義 凡是把我們從法理這條路上拉走的 都是我們的敵人 這樣是比較好的定義 你一條一條說這是什麼組織 你定義 你要抓抓不完 他都有變形體 但是你原則抓對 凡是把我們從法理這條路 揉開的 都是我們的敵人 你有清楚嗎 那就簡單很多了 這就是我們對敵人的定義 你怎麼知道敵人 我跟你說 人家在銀行裡面 分辨的真鈔未鈔 他是不是叫你每天去看假鈔 說這有什麼變化 不是這樣子 真正銀行學會 怎麼樣去分辨真假是 每天給你看真的 只看真的不看假的 假的一出現他就知道是假的 你如果要去研究各種變形體 你也會掉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法理要很清楚 自然這些假的東西出來 你就知道怪怪的 你每天就是以正確的概念來養自己 錯的概念出現的時候 你才可以認出來 什麼叫 confiscated 什麼叫偽操 偽操如果 他不會寫在上面 我叫偽操 我不會 不像到一個程度 你看就知道偽操 他一定是像到一個程度 讓你以為是真操 這才是偽操的目的 你如果真操 你如果真操真正的樣子不知道 你就很難判斷 因為他太像了 所以你的敵人就是很像你的時候 你就找不出來他是你的敵人 敵人不會寫在臉上說我叫你敵人 他一定是很像你 法理大部分給你講一句 然後跑出去自己成立一個 什麼美國台灣政府 全然都跟你copy一模一樣 你以為是真的嗎 他也發行身份證 大家都不知道 來 好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來 我跟你講 我這樣一夜一夜走 來 等一下 我們這一班還是要 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講到這一下 這個經濟節 阿拜 我們的專業項目 我剛才不是講法理的項目 還有一個叫專業項目 專業項目主要兩項 一個是經濟 一個文化 因為民事政府管的就這兩個 經濟 文化 經濟你們如果不知道什麼叫經濟 你怎麼做決策 通過法案怎麼通過法案 如果現在人家說說 我們現在要減能減碳 所以說的賣場溫度調高兩度 這樣怎麼好 我們減能減碳 以後都不要用石油 我們要毀掉一個產業嗎 你如果這樣賣場的東西不會出去了 商業整個經濟就停滯了 停滯了 生產都沒有了 都沒有失業 馬上進入一個惡性循環裡面 因為你的決策會影響 千億法動全身 以後你們的位置就在這裡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叫經濟的原則 是要跟人家說幾個簡單的概念 先跟你們講什麼叫經濟 以後再講文化的部分 R&D Technology Marketing 十六世紀世紀的時候 人類在之前黑暗時期的時候 我們家煎水沒有人煎煎煎煎煎煎 煎煎煎 幾世紀來大家都會煎煎煎煎 煮開了水就會冒煙 但是你知道這個有比較大嗎 人家科學家把這個變成蒸氣機 瓦特跟內燃機 用這個來推動機器做製造生產 以前一家做一家而已 人家的機器來做一家一家 馬上就很輕鬆的就做一大堆東西 這些大量的東西 因為Technology先有R&D 就是透過研究大自然基礎科學研究 知道大自然很多奧秘 經過你解開之後會產生很多的科技 Technology 因為這個Technology可以幫助人類製造生產 製造很多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 然後再用一個金融機制 把這拿到市場賣的東西換成錢 再回過來養R&D 那這就是整個資本主義在運作的系統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樣子人類得到很多好處 為什麼 像現在那個Ibola病毒 過去一個病毒造出來死幾八萬人 很正常 歐洲黑死病死多少人 但現在馬上就解決 不到短短的幾個月裡面就控制住 不讓它繼續擴散 頂多死個幾百人幾千人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R&D 有很多實驗室在做這研究 你如果沒有錢 那有實驗室 你如果沒有研發 那有實驗室 就是資本主義運作到今天 已經變成這樣機制 所以疾病是保證的 現在大部分的病都獲得解決 你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運作 如果共產主義那種很 自私化的生活方式 人只要最低的滿足的話 不會產生今天的世界 還有Ignorance was overcome 現在已經很少文盲了 大家都會上網 上網你不會單字你怎麼上網 你一定要會輸入 你會文字 自然就沒有文盲了 你會智慧型手機 你要打電話 自然大家阿公阿嬤都會了 所以現在要找文盲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科技 拜科技所施 資本主義的運作所施 再來 保證現在要窮 要散播不多了 Human Rights 人的權利獲得保障 現在很快網路都視通霸達 現在連戰爭形勢都改變 ISIS美國打美國回教組織 現在是針對人打 不會亂打 比如說幾個媽媽帶著小孩子 旁邊來一個恐怖分子站在旁邊 看你敢打不 現在就敢打 無人飛機可以鎖定你打 旁邊人不會受傷 可以這樣 你現在網上去看 YouTube裡面就有 無人飛機會找到你 還知道你穿的衣服下面的槍 他也找得到 這就打你而已 倒下去是你 村的旁邊都沒事 現在就這樣 這就屬於人道 你最好不要拿穿 你拿穿你就打不上 媽媽跟小孩子沒事 就開始走 就這樣 所以以後的戰爭局 越來越精緻化 就只找那個找麻煩者 不要把大家都砍拖下去 這樣是不是比較文明 這就是這個 資本主義在運作過程中 太快太慢都不好 怎麼樣讓資本運作起來 就是有錢人要覺得 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要怎麼樣 覺得我努力 我就可以往上爬 這個資本主義就可以運作 但是倒過來 美國說 台灣民主成立 兩件事不能做 等兩件 第一個不能怎麼 化台獨 第二的是什麼 不可以走共產主義 對不對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 共產主義 你怎麼知道 不能走 你如果通過一個法案 是共產主義的法案 你怎麼知道 你根據什麼來判斷 那是共產主義 所以我要講什麼叫共產主義 只要把資本主義毀掉的原因 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之後還是之前 之後 先有資本主義產生那些不好的事情 共產主義才覺得 我要不平 要對付 那資本 我現在讓這關時間 短時間把它塞進去 你就更快一點 我講完時間一到就下課 共產主義就是讓有錢人 覺得生活空虛 覺得有罪惡感 窮人 覺得很幸福 這個輪子就滾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想一想 輪子要滾 要有個速度 要有推動力 推動力一個是從下往上推動 一個是有錢人要繼續買東西 買不來好的好東西 共產社會就是讓窮人都吃飽喝足 有錢人就一直被鬥爭 這個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的思想一出來 資本主義就完蛋了 知道 還有兩分鐘 講一個比較 我跟你講什麼叫貿易障礙 你要買一台冷氣 我告訴你 資本主義裡面很注重 有一個東西叫做 資訊的透明化 但是中國都沒有資訊透明化 賣的產品都政府subsidize去補助 所以就變成不公平的競爭 日本的東西越做越好 賣的越貴 可是賣不掉 中國的東西越做越爛 可是大賣 這樣就不對 叫做懲罰 這個懲罰會造成資本主義的運作停滯 這個懲罰怎麼製造出來 就是政府惡性的補助 或者資訊沒有透明化 我買一台冷氣 我上網打個 我家五瓶大 然後我要花一萬塊錢引電去買這個冷氣 我就上網查 所有資料出來 訊息都出來 資料都出來 我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所以做得最好的會得到更多人的歡迎 做得不好就慢慢淘汰掉對不對 這是資訊透明化的結果 做得模範生的人得到獎賞 做得壞的被懲罰 可是我們現在在共產主義控制底下 中國這種地方用不公平的競爭 變成山寨版的 把他們Copy的 把他們黑白創 卵書創的東西大賣 賺到錢 日本人很認真在做 做得很好又貴的賣不掉 這就不對了 這就毀掉資本主義的運作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要打破貿易障礙 就打破這個貿易障礙 這其中一個 你資訊要透明化 你股市要完全透明 你的公司所有的財報都知道 所以中國股市不可以卡 可以去美國 因為美國你要上市櫃的話 你所有的會計系統 要按照美國的系統 你也可以上市櫃 是不是 他們制度比較完善 你不可能有內線交易 不可能有那個inside story 好啦 今天時間講完 下課 各位歌員議員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徐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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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